中間這一位 我想先請問一下 妳覺得妳這個女婿帥嗎 帥啊 就是妳可以理解 當初妳女兒為什麼會看上她嗎 我女兒看上她 就是以前她 對於妳的女婿 是越來越滿意嗎 還是... 越來越滿意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現在很滿意 今年的話 OK 那個妖怪麻煩妳開門 我是西元的媽媽 原來... 原來我有個錯叫妖怪 妳是妖怪 徐八老會這樣這樣 妳是會會長耶 我會叫她回家 來 抱不開了 好 歡迎第一位女婿 對 歡迎女兒先生 來 這邊請 對 來 女婿 這髮型號的 好酷... 剛剛我有問她 對 媽媽說她覺得妳帥 可是呢 她認為女兒之所以看上妳 是因為妳追得很勤快 而不是因為妳帥 所以妳當初追得很勤是 那也是真的 所以媽媽知道妳覺得很勤 是不是 應該大... 所以是那個... 不是很清楚 妳女兒有跟妳報告過程嗎 有報告過 有拿照片給我看 聽說剛才熊媽媽在化妝間 整理妝容的時候 妳知道李羅怎麼表現了嗎 我剛剛已經聽到 所有的工作人員 已經在後台討論這件事了 是 她是怎麼樣 聽說她就是直接站在媽媽後面 這樣全程盯著看 不敢做 確認那個沒有任何讓 岳母不舒服的地方 對 你剛剛是怎麼站在後面看 我就背著包包 從頭到尾就是這樣 所以岳母大人在的時候 女婿是不能做的嗎 也沒有啊 對 她站的時候多 妳很有種耶 跟岳母一起來上節目 真的很有種 其實我也沒幹什麼壞事 因為我以為女婿跟岳母 是很尷尬的 我以為你們 因為女兒不在的話 只有女婿跟岳母相處起來 不會很尷尬嗎 尷尬喔 起碼熊家傑今天要在 你們應該比較不尷尬一點 對... 其實我老婆在我會比較不尷尬 所以剛才你們是同車來的嗎 同車來啊 那要聊什麼 所以你們私下沒有話聊嗎 就除了老婆這一塊之外 有啊 像剛才進攝影棚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我說 我說老媽 會不會冷啊 攝影棚有點涼喔 OK 對 然後老媽說會不會 我就放心了 所以當然感覺是客氣的 很客套 所以妳...你們家也是這樣嗎 就徐媽跟女婿們 我媽跟我老公是 對啊 就很能聊 他們很能聊 妖怪也知道這些事 當然啦 我就是徐媽 好想說 妳這位女婿妳覺得她是帥的嗎 非常帥啊 比李羅... 比起李羅來 妳覺得是她帥還是李羅帥 不一樣的啊 不一樣 她是...李羅先生是比較有個性的 帥 那妳的女婿呢 她是比較內斂吧 OK 帥得很內斂 所以當初妳也懂妳女兒 為什麼看上這個女婿嗎 她是... 第一是喜歡她的才華 才華 對 OK 所以女兒有跟妳報告說 媽媽 我欣賞這個人的才華 是 那妳懂這個人的才華嗎 知道 之前就聽過她名字 聽過她名字喔 有 有去網路上查過她嗎 都知道啦 她的作品啊 很多啊 緋文呢 緋文...倒是沒有耶 所以等一下我如果問的話 妳就會知道一些事情 可以... 要我問嗎 還是不要我問 要問 要我問 正經紀品 要問喔 對 好 來 妖怪我們要歡迎下一位 好 我們歡迎她的女婿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妳的夫人不在的時候 妳跟月母有話聊嗎 OK啊... 我是我媽媽的小情人 所以你們兩個很熟嗎 熟 因為我們... 我跟媽媽常見面 那今年過年她有表現得好嗎 她 她是有滿意嗎 可以啦 可以接受 是不是應該每一年都往上增加 是應該這樣 妳覺得妳這位女婿帥嗎 她談不上帥了 但是... 但是... 剛剛我們兩個鼓起來大概 大家談不上帥 可是她是很有魅力 真的是很有魅力 可是她是一個自閉的人 她從來有全世界就好像 只有她一個人存在 歡迎這位女婿 對... 對... 勇敢一點... 還握手 對... 對... 思惟兵耶 她有點緊張 有點冰 所以寇乃欣沒有跟她結婚前 妳對黃國倫這個人有印象嗎 有啦 我知道她是一個很有名的音樂製作人 妳們在導播室會... 導播室 那個時候我們好像沒有做到她的節目 那個時候好像還沒有 我沒有做過她的節目 那個時候她還沒像現得這麼紅 所以要謝謝妳們康熙來這個節目 沒有妳們康熙來 她也不知道在哪裡 導播好啊 真的 不是上你的節目 就是上你的節目 她才哄起來的 進場前兩位女婿都被表揚說 她們過年的時候 有安排一些休閒節目 以及給了紅包 對 我要借... 紅包她有給 她有給紅包 她滿意嗎 第一次比較大意 後來變小嗎 後來過了一年以後 她們今年比較少一點點 因為今年比較... 對 變小啊 算少一點嘛 今年不是不景氣嗎 大概也不景氣嗎 妳是比較妳年度收入 來分比例出來嗎 導播大人在化妝的時候 你在幹嘛 我在看著我媽 我說她好漂亮 有嗎 有 我們那時候 剛剛畫好她進來 剛剛畫好 她遲到啊 剛剛畫好 才剛剛畫好 她就剛好出現在我後面 然後我媽還跟我講說 我們都Re好 你放心 李羅去酒店事情 有跟岳母大人報告嗎 應該都知道吧 所以熊娃娃都知道 她有 妳會擔心嗎 不會擔心啊 會喔 當然會擔心啊 喝太多了 對身體也不好啊 是 可是妳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是在家裡的時候 李羅都不喝酒 對 她在家裡都不喝酒 過年的時候 大家親戚都在那邊 大家都有倒一點 倒一點 喝一點 你羅他也不喝 我在想看 這個樣子 這個時候不用補一刀 不酒可以 誰放一刀子才要吃 沒有 你有沒有被岳母大人抱怨說 你有空可不可以在家裡 多陪陪小孩跟太太 有 可是我現在都做到了 OK 我現在是百分之百做到 可是成功的話好像沒有對不對 妳是不是覺得她去球場 她一有空就要跑球場啦 去球場幹嘛咧 打球 灰肝 所以她寧願灰肝 都沒有在家裡陪太太 當然也會啦 但是如果一有空閒的話 她還是球場比較重要 沒有嗎 我平反一下 其實我現在 我以前坦承 我以前比較多時間在打球 可是現在真的沒有 現在就是有空就陪小孩啊 陪家人啊 因為打球其實運動嘛 總比去酒店好啊 對不對 董哥 對 有空嗎 憲哥 對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